你怎么了 怎么了 爹儿 没事吧 爹儿 你醒醒 爹儿 醒醒 爹儿 怎么了这是 120吗 我们这是东大街十字路口 有人昏倒了 大姐 你快过来看看 没办 怎么办呢 爹儿 大夫 大夫 怎么样啊 他怎么样了 病人病得很严重 怎么现在才送来 他得的什么病啊 现在还不能确定 等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 才能确定 怎么会这么重啊 他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过 我们也不知道 他得了什么病 你们谁是他的家属啊 我 我不是 算了 还是赶紧联系家人吧 我们也不清楚 他的联系方式 你们谁知道啊 不知道啊 对了 病人有手机 那好 在妹妹等着 好 喂 喂 是陈娜小姐吗 喂 你不是迪儿 你是谁啊 是陈娜小姐 我 我是他工友 我是陈娜 没错 迪儿的手机 怎么在你手上啊 我是他工友 请你们赶快来一趟吧 啊 我们又找不到他的亲人 迪儿现在正在抢救呢 我 抢救 他怎么了 哎呀 医生都报病危了 我们又找不到他的家属 只好给你打电话 如果你是他朋友 或者你知道他有没有亲属 请你务必帮帮忙吧 啊 行行行行 那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啊 好 拜拜 姐姐 哎呀 娜娜怎么了 姐姐 我有个朋友病危了 我现在就马上赶回去 啊 麻烦你帮我告诉老耿书记医生 实在对不起 哎呀 行 那赶紧去吧 我现在马上找大闯去啊 啊 去吧去吧 啊 哎 路上小心点啊 哎 大闯 大闯 哎 来了来了来了 我爹睡着觉了 啥事 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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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儿病危了 你 你咋知道的 他在大马路上晕倒了 他的工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他 他病得咋样 咱 咱们马上回临港吧 我跟你一起走 好 我收拾东西 找到车了吗 没有啊 怎么 你们这就算了 都收拾好了 耿书记 是这样的 我跟大闯有朋友住院了 不说了 我都知道了 走 我给你们找车 送你们回去 好 谢谢书记啊 大夫 大夫 他得的什么病啊 肺癌 已经是晚期了 如果早一点来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希望 但现在 我们也无能为力 姑娘 他们送来的时候 情况很危急 到现在 治疗费一分也没有交 你看 行 我现在就去交 大夫 就没人通知她丈夫吗 她有丈夫 送她来人没说过 我也是看了她的手机 才知道陈小姐的电话 那是谁送她来的 几个皇位工人 说是她的同事 皇位工人 你是不是弄错了 不会错的 来的时候 还穿着工作服呢 我想见她 这样吧 如果她醒了 我请护士通知你探视 时间不多了 大冲 怎么是你啊 你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 小毛病 过几天就好了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不想 我不想 你根本就没结婚 也没有有钱的丈夫 你一直在林岗做清洁工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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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不是 大冲 大冲 是你 什么事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 你不是 我都知道了 你不是 我都知道了 阿姨 我好信 我好感觉 静儿 有爱 维尼进来一下 董事长 给赵大冲打电话 叫他立即回来见我 知道了 娜娜 你说你喜欢的什么人呢 公司刚对他为以重任 他可倒好 一夜之间跑得无影无踪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爸 您听我解释 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那什么原因呢 他这样做能有什么原因 你知道他这样做 董事会和高层会怎么看待他 对他有什么印象 他这是临阵脱逃 不辞而别 严重缺乏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 最大的错误他都犯了一遍 我以后还怎么重用他 爸 您听我说 我还听你说什么 他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事就是事业 男人如果把事业当成儿戏的话 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丁儿死了 丁儿死了 谁是丁儿 就是之前 我跟您听